余恩樂和老婆王唐雲結婚後 去年5月生下兒子Cody 王唐雲7日在網上曬出一家人合照 直接王唐雲在電梯鏡子前玩自拍 余恩樂也一起嘟嘴放閃 就在兩人專注拍照時 坐在嬰兒車的兒子高舉雙手不停晃動 想說是不甘心被忽略 Pose就像是在跟爸媽求抱抱 王唐雲也分享了夫妻的日常對話 老公問飯後有什麼甜點或水果 他先後提議香蕉冰棒 都被余恩樂以不健康的理由拒絕 最後講芝麻湯圓卻過關 讓太少可以芝麻湯圓哪裡健康了 余恩樂兒子已經滿一歲 5月特別舉辦生日派對 夫妻倆相當重視兒子隱私 拍到合照時卻只馬賽克了自家兒子的臉 讓網友不僅吐槽兩人 難道別人的孩子就不用保護嗎 意外引發網上正反意見口水戰 讓魚玩樂趕緊傷完滅後 非凡娛樂真理報導